一提到愛滋病 不少人都會聯想到難斷尾 難以預防 但你又有沒有想過 愛滋病有一天都可以有疫苗打呢? 現時市面上的愛滋病藥物 一般都是透過結合人體T細胞蛋白受體 或者愛滋病毒的抗原 以阻止病毒進入細胞 但因為病毒變異能力強 所以容易出現耐藥性 香港大學的研究團隊 研發出新的抗體藥物 能夠同時結合細胞受體 和愛滋病毒抗原 雙重阻截感染的途徑 主責研究的教授說 在測試之中 這種藥物可以令到所有老鼠 產生愛滋病毒免疫能力 長遠希望研發出愛滋病疫苗 他們同時將這種抗體 透過基因治療 引入到受感染的老鼠基因 結果發現有42%的老鼠 體內的愛滋病毒徹底被清除 而未有機會為愛滋病 帶來斷尾的療法 但團隊也指出 新療法同樣有機會 出現耐藥性的風險 現階段要克服資金不足的困難 才可以在下一階段進行人體測試 LiveTV記者 陳文勇報導 LiveT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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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veTV